欢迎收看脑残游记 欣瑞我们这次啊就是到东欧旅游啊 我们安排了就是五个国家 然后九个城市 那包含就是有法国 然后还有波罗地海三小国的 立陶宛 拉布维亚 爱沙尼亚 还有波兰 芬兰啊 这是脑残游记 天啊 天啊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到底是哪一个国家 是芬兰 哦原来是芬兰 好 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误我们说 这一次为什么我们的旅游重点 会是安排到就是波罗地海三小国 秦瑞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选到这边吗 是的 我们这次呢 为什么会选择这三个国家呢 的原因呢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不想要去大家 有天国的国家 比如说 意大利啊 英国啊 荷兰啊 德国 虽然我们也不想进去了跨国 对但是 就觉得波罗地海三小国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像以太久近 那第二个原因呢 是 你们知道吗 这三个国家的首都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他们其实在这个骨鸡的保存啊 他们做得非常的完善 而且这三个国家的空间都非常的漂亮 那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的物价很便宜 其实非常贴近台湾的物价 所以呢 在这边旅游 我们其实只要花一半的钱 我们就可以一样享受到欧洲的旅游品质 真的 没错 对啊 因为其实我有听人家讲说 就是要认识一个国家 要漫游一个城市的话 大概就是要花三到五天的时间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安排了26天的自由行 请来畅游东欧 耶 小薇 嗯 其实26天也不上软耶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说要来啊 嗯 嗯 因为其实啊 我本身就是整卡给娜嘛 那以前连出国都没有想过 更不用说要出国去住一个月 对 那因为我在之前就是我有个梦想 就是在30岁以前呢 我就可以就是去国外旅游啊 或甚至居住一个月以上 那如果呢 可以跟国外的帅哥来一段浪漫的结果 应该也不错吧 哈哈 那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流行 嗯 那如果像你这样的话 都没有进公司 嗯 然后公司可以让你请那么久的假吗 嗯 这个啊就是有一个最重要的 呃条件 你知道什么吗 是什么 首先就是要先加入定律 蛤不是吧 应该是要先认识我吧 哦是 对啦 对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吗 嗯 嗯 因为其实啊在定律就是可以让我有就是 呃时间上的弹性 然后可以让我自己决定 呃我自己想要做什么 对 那当自己的老板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八年级生 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 所以最重要就是因为 我的人生的精彩度 可以由我自己决定 嗯 嗯 那你这样如果没有进公司的话 嗯 那收入会有影响 收入哦 嗯 这个部分呢我反而不会担心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其实啊 就算我没有进公司 人在国外的话 我只要通过通讯软体 然后做好我的科技服啊 那 呃 我的收入还是一样会持续进来 因为 嗯 最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我的行业是有累积性的 对啊 我在进来这个行业六年多的时间啊 我的收入也是将近同彩的 就是三到四倍 对 然后可以让我就是在国外 可以放心的去玩啊 放心的去飞 心里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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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唱起歌来了 天啊 我只要听我唱歌是需要买门票的 哦是哦 所以我们都是赚到你是吗 赚到你的幸运 真的 对啊 那因为其实我以前 就是有想说 要来当youtuber 对为什么 对 因为其实啊我觉得 之前我 觉得就是当youtuber是我的兴趣 嗯 我觉得你蛮适合的 哦真的吗 对啊 那你怎么后来不去当youtuber 嗯 在做保险 对 因为其实啊 我觉得就是当我的就是工作跟兴趣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嗯 我觉得就是兴趣已经不再是兴趣了 是 对因为我认为兴趣呢 它就是我想要做的时候我就去做 嗯嗯 那我不想做的时候我就可以不要去做 所以如果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能就不会做得这么开心 嗯 所以你觉得兴趣的定义是想做的时候可以做的 是 想做的时候就不要做 可以不要做 没错 对啊 所以你看我现在来到这里就是 呃定律保险业这边啊 呃 不仅让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你看我现在不是已经当youtuber了吧 你看我们两个世界是不是很适合 没错 我也觉得我非常适合的 可以兼职 对啊 但是也就是成就了我的就是兴趣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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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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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相關的行業嘛 那為什麼你沒有去從事像法語那個翻譯啊 或是說導遊而是來從事就是保險業 其實我在從事保險業之前 就在一個貿易公司 然後當官員 然後負責就是法語的市場 其實真的蠻多人問我這個問題的 對那其實我那時候在公司的時候 雖然說我用到法文 沒有講法文 可是其實只有那幾句 而且其實我以為想說 欸我可以去到法國出財到歐洲出財 可是其實根本就沒有 因為都用不到 就是每天就只能在辦公室裡面接訂單 然後跟客戶就講那幾句法文 是 那現在呢有什麼不一樣 現在就是說來到這個保險業之後 雖然說沒有 並沒有完全說用到 真的用到很多法文 但是其實就是像你剛剛講的 時間自主 對也就是因為這個時間自主 它可以讓我這樣來歐洲 對其實這是我從事保險業來第五次來的 第三次 第三次 然後去年其實也跟一個不單性團 然後來到法國演出 對然後那時候就當他們的翻譯跟導演 對其實因為這樣子的轉換 讓我的法文不是只有出現在工作上面 對我的法文就是不是用來工作 我是用法文來生活 哇那真的是來到這邊可以讓你的就是興趣 就是你的法文 可以跟你的就是工作 跟生活 是做結合的耶 嗯 對那我相信呢 我們這一趟的就是東歐的自由行 對我們兩個來講就是有不同的意義嘛 那而且也會可能心中也會有很多的就是新的感想 那我們就是來分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新的意義好嗎 對因為其實對我來講啊 我覺得這一次的旅遊 呃是有很多的第一次的既動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像我們就是第一次來到就是薩古巴利亞 然後看到 呃那個什麼巴利貼塔 對然後由塞大河 對然後還有第一次來到這麼冷的國家 負六度耶 對那嗯 那其實啊我這一次最喜歡的 國家呢跟城市其實就是立陶宛的威爾女士 因為我們很幸運的是在2月16號這一天 剛好是他們的國慶日 那也看到大家就是愛國的表現 然後再介紹呢就是拿著他們國旗啊 然後大家就是團聚在一起就是有點 讓他們的呃被他們的氛圍所感動 這樣子 那欣瑞妳呢 我的話呢就是我覺得對這次的旅遊 對我來說是我人生故事的演出 因為其實我平常就很喜歡到處去旅遊 那這次來歐洲也是就是這樣第五次來 對那我相信呢我這次絕對不會是歐洲一次啊 嗯 對我之後呢一定會努力的實現 我每一次都可以來歐洲的夢想 對然後我至於我喜歡的最有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 就是立陶宛的聖十字架山 對其實我們兩個都蠻喜歡立陶宛的 是立陶宛真的不錯 對那這聖十字架山是因為它 我二十幾萬隻的十字架 數不一代以我的面前 嗯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基督徒 所以我看到這樣子的景象之後 我會覺得哇 我真的覺得這世界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非常 無論怎麼樣我都很值得就是走一回走一遭 嗯 這我也鼓勵我身邊的朋友 如果你們有想去做的事情 或是想去的地方 真的不要猶豫的趕快去行動 嗯 有時候人生只是需要轉個彎 你可以實現你的夢想 不要被自己的現況所局限住囉 是的沒錯 因為其實我認為啊就是 我們不用很厲害才開始 其實我們開始去做了就很厲害 沒錯 嗯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這次我們東歐的自由行 謝謝收看我們的腦殘遊記 拜拜